内行看门道,外行看热闹 今天我们就来看个特别热闹的热播剧 《狂飙》 说它是热播剧啊,一点不夸张 自从1月14号开播 两个多月过去了,直到现在依然有话题度 不过啊,伴随着热度一浪高过一浪 出品方也摸到了一个烫手的山芋 有眼尖的网友发现啊 《狂飙》的片头怎么看着那么像另外一部剧的片头呢 今年2月10号,有网友质疑 《狂飙》的片头抄袭美剧《无辜档案》 并以截图对比的方式放出了两部剧集各自的画面 作为知识产权的从业人士 我们当然不会略过这个话题 毕竟朋友们也在纷纷地转发吃瓜或询问求真 并且《狂飙》的出品方一直没有做出任何的表态 被抄袭的一方也没有下场引发话题度 让众多网友凯叹 这挂齿的好没营养 我的很多位同行朋友啊 对于这起所谓的片头抄袭事件进行了表态 认为侵权或不侵权的观点都有 当然啊,是否侵权不能靠网上站队来评判 仍然要回归知识产权本身的评判标准 接下来,从知识产权律师的视角下谈谈这一事件 主要概括起来有三个点 一,抄袭的概念与评价标准 二,面对抄袭应当采取哪些手段维权 三,面对维权应当采取哪些手段来应对 一,抄袭的概念与评价标准 我们通常所说的抄袭 全名叫做著作权侵权 本意是指把别人的文章私自照抄 作为自己的取发表 现在当然也不限于文章嘛 互联网时代各类作品都有被抄袭的可能性 不仅是狂飙 天才基本法 我们的日子等剧集都曾因抄袭陷入舆论风波 说到著作权侵权 从程序上来看 涉及博尔尼公约的缔约国 以及相应国家司法政策等等因素 而从实体上的评价标准来说 其基本规则就是 接触可能加实质性相似 并且要排除合理使用的情形 如果结合狂飙片头事件来说 接触可能指的是出品方有可能接触到在先的作品 《无辜档案》首播于2020年4月15日 也就是说在2020年就公开了 那狂飙的出品方当然有可能接触到它的偏头 对于这一点我们没什么疑问 而关于实质性相似呢 也就是像还是不像的问题 实质性相似的比对并不是简单的 大家来考察 也不能单纯的以相同程度的百分比作为衡量标准 它涉及到思想表达二分法 比如作品的内涵和外在表现 表达空间是否有限等等 因此诸多考虑因素下我也只能唠叨唠叨唠 没法一锤定音 但是对于两者之间是否存在的相似的表现形式和组成元素 包括画面图像 镜头切换 剪辑手法 色彩背景这些 坦率的说 是有的 至少在创意上有借鉴的成分 但狂飙也没有完全的照搬 而是在这个基础上进行了一定的创作 这也就是有人觉得不构成抄袭的论据 二 面对抄袭应当采取哪些手段违选 我们抛开上述的因素 如果日常生活中的你是从事创意文化等方面工作的人士 面对抄袭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手段呢 一 有条件的话 第一时间要求助于律师等专业人士 二 一定要优先保留证据 原创作品的完成时间 发表时间 发表渠道 一次抄袭作品的发布时间 发布渠道 整体内容 都尽量以公正 时间戳或其他便于验证真实性的方式保留下来 三 可以采取的维权手段 包括但不限于 谈谈 发律师函 投诉举报 或者诉讼等等 三 面对维权 应当采取哪些手段应对 和发起维权一样 求助于专业人士和保存证据 同样也是面临维权时 应当及时采取的措施 如果有证据 能够证明 维权一方系恶意维权 可以采取 谈判 平台反通知 回复律师函 提起确认不侵权诉讼 或者 反不正当竞争诉讼的形式 进行应对 现在 狂标的出品方 已经把片头换了 具体的原因 我们不得而知 不过 从这一事件的发酵程度来看 早一点进行调整 规避法律风险 确实是明智之举 要不然 真正被认定侵权 面临的 可不仅仅是 停止侵权的责任 还可能是 道歉生平 高度的赔偿 好 今天我们就说到这里